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我們在頂樓的溫馨小區 那一進來看到的地方 當然就是我的客廳 客廳跟餐廳 然後客廳的部分是用白色的家具 白色沙發 然後配上黑色延燒時的一個客廳的桌子 客廳這邊銜接的房間是一個 我這邊把它做成書房 那雖然我們是一個標準單房的格局 那這個房間其實大部分人也會把它隔成一個房間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把它做一個隔間 那這邊我就是做成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然後目前是做書房使用 位於頂樓邊間的住家格局方正 不僅擁有良好的視野景觀 雙面採光的規劃與二加一房的彈性設計 更讓室內的通風與明亮度加分不少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空間吧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就是這個家裡面我最喜歡的空間 就是我的主臥室 那我主臥室呢 因為當然第一個是它的面積比較大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它的視野非常的好 因為是頂樓的關係 所以一進來可以看到是 The View是一個很全面性的景觀 那其實我有兩面窗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非常遠 可以看到遠山 然後可以看到台北101 我覺得也蠻舒服的就是我的主臥室 就是我的主臥室的衛浴 那衛浴的部分呢 因為其實它的面積也非常的大 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它的View呢 其實是比 其實甚至是比外面的那個 就是我臥室的窗戶還要更好的 它是一個 這應該是六角八角窗 然後剛好下面就是配合一個浴缸 這是一個按摩浴缸 主臥室的規劃不但採光是野家 與其連接的主臥位 浴更採柔型的開窗面設計 更將景觀引入室內 猶如置身度假飯店的感受 此外 次臥室與廚房的空間採光 也十分充足 看似完美的新房 不知在格局風水的部分 還有沒有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就跟著專家一起鏡頭討論吧 新宜的新家看起來好舒服喔 而且我覺得佈置得很好耶 你有找設計師嗎 我其實沒有找設計師耶 我都是自己大概想一下說 我希望是怎麼樣的設計風格 然後就可能找那個工班 就是一些 對 就是請他們來幫我們做這樣 喔 你真的是超厲害的 就以這樣子來看 沒有透過設計師 可以把它打點成這個樣子 應該不容易吧 很能幹 對啊 超級能幹的 那欣宜你自己講講 就以你買到的這個新家 因為我們剛剛在看的時候 大家都說好 那個蔡老師也說好 但你自己先講講 你這個房子 讓你覺得最滿意的地方在哪裡 最滿意的地方應該就是景觀 就是view 就是那時候上去看的時候 因為其實蓋的已經有點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上去看那個景觀 然後看景觀就覺得 哇 這就是以後我要住進來的地方 就是一進過室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種就是 完全沒有遮擋的景觀 然後其實在天氣很好的時候 我都可以看到 大概是 Across那個台北City 然後對面那個山 我不知道是什麼山 上面的點點的新貨 就是這次室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整個心情會覺得非常開闊 但通常我們都知道 買房子如果有景觀的話 那價格一定不便宜對不對 景觀無價但買房有價 而且那價會非常高 頂樓的話 對 單價是稍微高的點 對 講到這個單價 先跟大家看看你買的這個新家 到底花了多少錢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新家 這邊的話 我這邊的坪數是 大概是標準三房的格局 然後扣掉公設的話 室內大概是二十六坪左右 那算是一個標準的三房 格局 然後算是頂樓戶 然後屋嶺非常的新 然後附近的話 比較知名的地標就是 家樂府 新店的家樂府 還有玉龍城 對 看起來景觀很不錯 而且很亮 非常非常明亮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你這個房子買的好不好 先從格局上面來講好了 因為我們看房子嘛 第一個印象就先看那個東西 那這個好不好 就要請蔡老師說 你評鑑 因為剛剛看你都覺得 告訴你就是要住這個房子 的確買得好 不怕買高 怕買了之後不會漲 那基本上這個房子是買得非常值得 因為剛剛講到的這個景觀 景觀無價 房子有價 這棟房子的外觀 他是好幾棟聯合在一起 他好像有上千戶對不對 一千多戶 對 有一千多戶 因為看起來好多戶 是 所以他有那個這個集合 比較大的這個集合住宅的一個零聚力 然後他本身裡頭的公設游泳池 尤其就是他的一個大廳前面的地方 剛剛有講到那個有一個回廊 那個回廊是車子上去人下來走進去大廳 是不會淋到雨的 有這種一個回廊的建築的一個設計 他是代表官櫃 他的內在煤 我們看到他的格局裡頭非常好 為什麼非常好 你沒有看到任何死角 房子最怕的就是裡頭有死角 那死角通常都是什麼呢 就是浪費空間 通常都是走道 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廚房這個地方的火爐 他旁邊沒有側牆 好 那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他就直接把玻璃變成貼成霧面就好了 是 你在這個玻璃的這個地方 你也不用去拆那道玻璃 也不用再去砌牆 你就直接這一道玻璃 反正他還是不能開的 那你採光其實這一段 這個門就過了 那你這個地方你就貼那個格熱子 格熱子 不要讓這個光直接去曬到這個火爐 如果光曬到火爐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你的機器會在曝光底下 就存不住錢嗎 會在曝光底下 那曝光底下可能就會被淋斗 被什麼 被掠奪 被掠奪 被騙走 所以如果單純從風水的角度來講的話 欣宜你的新家從外在跟內在 好像老師的評價都是好 都非常好 雖然這個地方有小瑕疵 但是分數很高 欣宜自己住進去 應該明顯有感受到差異 雖然我們說住新房子 基本上都會有好運 但你住進去之後 應該好事就一直發生了吧 當然就是在事業上 其實目前發展的也還不錯 欣宜這個房子是買多少錢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一瓶大概是五十萬左右 所以不含車位的話 總價是兩千一百七十萬左右 當時你跟他殺價了嗎 你還價嗎 他開價跟你實際成交差了多少 開價那個時候大概也開到快六十萬 對 然後因為我們可能是因為團購的關係 所以稍微 就直接一瓶少了快十萬塊錢 但是其實那時候為什麼我這麼急 是因為他大概在 他那時候表價又在調高 我所謂六十萬是他表價調高出的價錢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大概跟他算成交之後 他一個禮拜就漲價了 所以我很急著要把它買下來 越是這樣子你越容易覺得趕快不買不行 對 房子是不是建商的手段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買貴 這個要加心了解市場行情 跟大家說說如果以新店他這個地方 他買一瓶五十萬六的價格來看的話 你覺得他價錢買得漂亮嗎 其實因為你是去年買的 那去年其實現在價格已經來到了一個高點 那現在這個社區的那個實價增入一個行情的話 大概在四十五萬到五十五萬左右的這個價格代 那因為你當初買的時候你是頂樓戶 頂樓戶本來就比較貴 所以你買的價錢 他當然相對於其他的戶別來說的話 他價格會高一些些 但是因為現在新店附近來說 已經有案子推到七八十萬以上 我想你住在新店附近應該也很清楚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說他的這個案子可能有老師有加持 或者是是 老師的加持名罪 對 老師的加持 然後或者是說 通到金口 對 或者說像心仪其實現在在裡面住得這麼的舒適 那當然未來有一些話題的一個發酵的話 他可能還會有機會可以去做一個帶動 但是就像剛剛韻如姐提到 就是說以現在的市場動能來說的話 你短時間之內 你要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漲幅 我們認為難度是稍微高一些的 這部分可能要請韻如 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看 心仪的這個房子 就他的增值性到底有沒有那麼好 因為如果從風水來講 老師覺得說 心仪住這個房子以後會住更好 住更好 財富累積更快 他有富有貴 那個老師所說的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像 那其實在新店地區 其實這幾年的發展非常的密集 再加上他的這個交通 又不斷有一些新的建設完成 所以其實住進去的人口也越來越多 那其實新店地區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的地形它有屬於市區的 有屬於山區的 而且它的分布非常的廣 所以其實來看 就是說像安坑地區 其實過去是比較屬於自住型的 那它可能就是在這個 有安坑變橋之後 也越來越多人往這個地方去 然後像華城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屬於別墅型 它這個很早其實就有做一些開發 那其實就市區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集中在捷運線的附近 其實新店的市區發展其實是非常早的 所以如果我們來回過頭來看一下 就是新營它的新家附近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它是真的是位在一個 也是屬於新店的市區裡面的中心 所以其實生活機能那些 雖然說沒有捷運在旁邊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主要是佳樂福在附近其實也很方便 然後因為它附近的新房子非常多 所以其實在這個一些生活機能 一些商店上面應該是都能夠符合 那當然就增值潛力來看的話 大家還是把焦點放在玉龍城 那為什麼放在玉龍城 可是玉龍城好久了 因為其實很有趣 就整個大台北來看的話 新店是屬於大台北的南區 在南區目前是沒有大型的購物中心的 所以大家都把一些希望說放在玉龍城 玉龍城未來可能對於大台北南區 整個購物的一些行為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想說這個附近一定會帶來 更多的人潮跟車潮 所以這個議題真的是被提了很久 但是感覺上這幾年來 應該還算有一些進度 所以我覺得說以中長期來看的話 其實它增值的潛力是存在的 那當然這個附近 新一買的這個案子 它的附近的新城屋非常多 所以就我們過去的條件來看 其實未來在一些價格上可能在 它的增值空間會有一些影響 對 但是它很聰明 因為它買的是頂樓 頂樓是屬於稀有的 比較稀有的 所以未來在這個出售上面的話 這種稀有的產品 其實它的保值性跟增值性 其實相對比較好 新一是因為從小長在新店 對 生在新店長在新店 所以你就買那個地方的房子 對 我其實就是 我可以說是在新店長大 然後用我的娘家 然後婆家也在新店 所以我非常熟悉附近的區域行情 還有附近的生活機能 所以就習慣了想說 好吧 就買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然後跟家連也住得比較近 剛剛韻如跟大家講 那個新店整個沿著捷運線發展 其實有不同的選擇 不只說新宜只能夠選那個 他現在住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他還有別的 就指名度比較高的地方 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 這部分可以給觀眾做建議 其實現在除了這個山區之外 其實新店的很多的交易 還是集中在捷運沿線 那捷運沿線其實現在來看的話 包括說像市工所 七張站這一邊的話 其實成交量相對比較起來 都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在這些區域的一些 像新古屋其實應該也是可以考慮的 我們買房子 絕大多數人都比較習慣 買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有一點點執著啊 其實如果執著沒有那麼多的話 還有其他的選項 大家可以做參考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聊